嗨 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今天要繼續來實況快樂家樂園啦 有看到我後面多了一些布景嗎 像這個柱子 還有好多氣球喔 這邊沿路走來 這是凳子吧 這些都是妮可學長幫我們佈置的喔 這代表什麼呢 這代表我已經 已經做了29間別墅了 29間 聽說30間 就等於主線全破了 所以我只剩一間 今天就是要來把這一間給完成 那最後一間呢 我想要使用Amiibo來邀請一位我也很喜歡的VIP角色 今天要邀請的是 是 薛格 超喜歡薛格的 哇 哇 超帥 對 難道是來推銷的嗎 難道是來推銷的嗎 不是不是 對對對 蛤 對對對對對 你也不用付錢喔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來來來來 他應該不用付錢吧 只是巧美要付我錢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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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可以幫薛格蓋房子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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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你看我的地圖 已經到處都住滿人了 那薛格呢 我們給他住在哪邊好呢 我覺得這塊地蠻漂亮的 我們就讓薛格住這邊吧 決定是這裡了 對 對 對 那是這裡了 對 當然是兩層啦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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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喔 兩層樓吧 薛葛的台詞設計 真的有一種窮慣了的感覺 來吧 我們一起走吧 哇 好可愛喔 他的尾巴 感覺好少見喔 這個角度 交給我吧 我還是先從外面開始吧 那我想要在春天的時候 哇 這樣我就可以拿到薛葛的照片了 接著我們來開始布置吧 先從種樹開始 房子 房子就在這邊吧 不用動 來種個幾棵樹 原本的這些灌木是什麼花啊 喔 是杜鵑花 就讓它開花吧 欸 所以這上面也是可以佈置的嗎 欸 不行欸 在上面的不能佈置了 所以只有下面的先開花 我覺得佈置VIP最難的一點就是 它的訂單是空的 所以一切就只能 我們自己去想像了 這點還蠻困難的 因為如果一般有一些訂單 物品在那邊的話 我們會比較知道說 從哪邊開始處理會比較好下手 但這個就沒有囉 房子也先來改一下好了 長這樣子吧 盡量選了薛葛的顏色了 這裡稍微調整一下位置 那我完全就是想要幫它用一個豪宅喔 所以呢 像這種有造型的 綠雕 應該就很適合拿出來放 噴水池 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覺得有個噴水池好像就很有錢 復活節盆栽 欸 要不要把它轉過來 這裡 轉不過來 對對對 我要這樣放 來 鋪個路吧 好 路鋪好了 想要一個花園椅 在這邊 可以坐在河岸哪 漂亮 這邊種兩個花圖 這樣子後面的地方好像可以再來塞一些灌木 這裡剛好可以放一個復活節的綠雕 可愛 種幾個尊爵不凡的金玫瑰 雖然薛葛應該不喜歡這個東西喔 不管 只是要給他 好 再來我們來進室內吧 室內的部分呢 一樓我想打造一下薛葛的工作室 因為他會喜歡做包包鞋子 那二樓我再來做他的寢室 那我們就從一樓開始吧 壁紙我選用這個灰色架子牆 因為它上面都是架子 這就表示我們可以把薛葛的作品都擺在上面 地板我要選用這個茶色磚塊地板 用磚塊地板打好我們就可以用這個磚塊的柱子 先四個角都放一個柱子 把包包放在架子上感覺好像還蠻不錯的 我們一個一個來放吧 好 背包我們就掛滿一面牆了 接著我們來放鞋子 好 鞋子也放好了 接著來放襪子吧 好 襪子也掛好一面了 這樣應該就很有薛葛的工作室的感覺了吧 把兩張工作桌給併在一起 再來放個積木長椅 放個針線盒 針線工具箱 再放一個工具箱在這邊吧 舊式縫紋機 再給他一張簡約椅 這個人體模型也許可以幫到他喔 放角落一點 這邊我們另外放一張懷舊桌子 然後再放上小的縫紋機 燙一組合 這樣工作室就有兩台縫紋機了 那另外這一面牆呢 因為我們用不到架子 把它改成海盜壁紙 放個徽章文牌 掛在這裡 感覺很氣派 再來我們放個懷舊沙巴 靠著牆邊 這樣累的時候就可以坐在這裡休息 這邊放個古董寫字桌 最後來個水晶吊燈 把它放中間一點好了 窗邊可以放個小鳥掛室 或者是這種折翼機 把它放在窗部旁邊 這樣一樓的工作室部分就完成了 我們再來幫他做二樓吧 來用個療癒的環境音 我用薛格身體的配色 選擇這個壁紙跟地板 再來我們用簡約柱子 黑色的 一樣先把柱子用在四邊 我想要讓薛格的房子從這邊看出去就是海邊 所以我選了水平面牆當主題牆 接著我來用分格牆 貼著這一面牆 再來我們用夜光碧貼 選擇我的設計 然後我自己畫了一個欄杆 然後我們就複製 這樣這邊看起來就像是一個陽台了有沒有 那為了讓地板跟我的設計中間的交界處 能再好看一點 我們直接用這個 把它擋起來 這樣就很好看啦 我想要用鑄鐵木系列 來佈置薛格的房子 先把相關的用品全部都拿出來 這樣就大致上都擺好了 來補充一下不足夠的地方吧 冰箱 切菜板 菜刀架 微波爐 再放個蔬菜籃子吧 餐桌上面我來放一下麵包 蘑菇披薩 給薛格一台Switch吧 在他房間放個音樂盒 這裡可以放個抱枕 就更有Feel了吧 在窗台前看風景 這邊主要是要做一間大套房 所以沒有要做隔間 這裡 畫一張舒適的沙發吧 再複製一張小椅子 給他一杯冰咖啡 放一張深藍色的地毯在這下面 這裡再用雜誌架 把它隔起來 用到這邊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最後我們就來擺幾盆植物吧 光是擺幾盆植物呢 整個氣氛又更不一樣對吧 進行了差不多之後 我們再來使用一些壁掛物 再加裝一台冷氣 在比較高的地方 有壁掛物之後整間房間就更好看啦 接著我們用這個槌掛的布簾 放在這裡 使用藍色的北歐風吊燈 照亮這個讀書的地方 再來選擇黑木色的木照燈 放在睡覺的地方 木吊燈 這個放在廚房 再來吊櫃也非常適合我們的主題 鑄鐵木 把它放在這邊 那我們來調一下 這邊牆上的位置 這樣就完成啦 雖然呢 我不知道到時候影片剪出來會是 幾分鐘喔 但是呢 我實際上已經花了一個半小時在這裡了 那終於我們可以跟薛格交差啦 薛格你還喜歡嗎 請再稍等一下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我忘記在一樓這邊使用DIY桌了 我覺得這是需要的物品 來把DIY桌放在這邊吧 薛格工作應該會需要他吧 好 這樣子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來交差吧 完成了 對啊 真的花了很多時間喔 雖然你喜歡喔 請這個動畫拍攝角度好一點喔 薛格的豪宅吧 非常簡單易懂 薛格豪宅 就這樣子 對吧 十分相稱對不對 你也覺得是豪宅對吧 哇 拜託了 花了很多時間 請這個動畫拍攝角度好一點喔 哈哈哈哈 怎麼是從這邊拍啦 SWITCH 要玩動森嗎薛格 欸 我海景座這麼漂亮他鏡頭都不拍 是怎樣 一直迴避耶 大家是不是常常被這個30秒動畫給氣到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欸 對吧 好 我來拍照片喔 請讓我拍照吧 哎呀 我忘記把音樂盒打開了 真是的 算了吧 喔 不要動喔 不要動啦 哇 好吧 你要看書 這樣也可以啦 這樣子 算了 你覺得它面向海邊可能會比較好 可惡 算了 就拍這樣子吧 完成了 希望大家也喜歡這一間 我要回去了 哇 又完成了一間VIP 耶 辛苦了 一萬五 那我已經打造三時間了 那我已經打造三時間了 好好 對 對 非常值得紀念對吧 對 非常值得紀念對吧 喔 達成了 喔 達成了 耶 走吧走吧走吧 咖啡廳喔 餐廳 還是咖啡廳呢 咖啡廳好了 我們上次已經在餐廳了嘛 好 那我們就咖啡廳去吧 好 咖啡廳 攝影機 攝影機 不要這樣子啦 幹嘛幫我的臉打馬啊 到底是 到底誰想好要這樣子拍的啊 拿 拿好了 哈哈哈哈 喔 終於 喔 還好還好 我以為會維持打馬的狀態 開心 唉唷 怎麼又回來了 欸咖啡廳 越來越熱鬧了 喔 喔 喔 太好了 音樂好了嗎 音樂好了嗎 交給我吧 那體質感覺得很可靠呢 喔 居然還有最後的設施 pped信感覺很可靠 要建造什麼呢 還...還...還...還是秘密 即然 威威30動玩 就... 就破關了 哈哈 就 還沒有 耶 好可愛 喔剛才沒有拍照到 到底為什麼 什麼?要往這個方向拍? 這裡位置那麼多我們就不能大家好好坐下來聊一聊嗎? 到底喔 原來我還有一個設施啊 咦 乾杯 跟學長坐在一起就是開心 可惡 我一定要把這個架子拿掉 到底為什麼會從那邊拍啊? 氣死人了 這真是設計錯誤啊 來跟學長他們講話吧 非常順利嗎? 盡情期待吧 納提很會游泳嗎 真的非常辛苦齁 好像很高興 對呀 我也很高興喔 喬美有什麼話跟我說 吃飽囉 雖然我不知道怎麼吃喔 真的嗎 我們是一起成長的喔 就能舉辦活動了 小美之前才因為吃太多肚子痛 好 我們離開吧 我要回去了 接下來就是最後一份工作了 好吧 原來還有最後一份工作是不是 那我們只好繼續做啦 呃 你不喜歡吃時間嗎 還是要喝啊 你不喜歡吃飯的嗎 真的嗎 好像有點汗 哪有什麼汗 亮相去飯 你好不喜歡吃飯 感谢观看